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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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 你可别误会啊 我跟你叔叔也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那天我们无意当中看到了他的药 想跟你多了解一下 你放心啊 我跟你叔叔都不是古板的人 我们都懂现在这年轻人压力太大了 阿姨 我弟弟他的确有轻微的抑郁症和恐慌症 但他现在病情已经稳定了 而且我跟你保证 程牧他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伤害四涵的事 他要是敢我第一个饶不过他 只有我相信 我没别的意思 真的就是关心小程 小玉 阿姨知道你是好孩子 以后四涵 还请你多抓捕一下 您放心吧 都是应该的 妈 妈 你快点 阿玉姐不跟我们一起来 来了 小玉 阿姨先下去了啊 阿姨 您慢走 阿姨 我送您 上来 谁啊 干嘛呢 谁啊 谁啊 大半夜谁敲门啊 上门 承玥 你呢 你呢 哪一天 你呢 你呢 操人 我没跟你说 你呢 他不是 你呢 他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干嘛呀 我想咱俩的关系是该更近一步了吧 所以特地给你准备的这个惊喜 刚才给你带的时候害怕吵醒你 鱼 锦阳 我们俩现在这样不就挺好的吗 诚宇 你什么意思 我就是觉得我们俩现在这样挺好的 我也想跟你一直维持这样的关系 承诺跟姜思涵都在一起了 我也该有个名分了吧 我总不能一直做你的地上男友吧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承睦了 是 他们俩现在是在一块了 但谁能保证他们俩能一直在一起 万一哪天江四涵要是受不了他了 或者说要是江四涵的家里人觉得他不行了 如果江四涵离开了承睦 你让承睦怎么办 你知不知道那样承睦又只剩下一个人了 我不可能丢承睦一个人的 我无管啊 反正是 要不然就这样 要不然怎么样 分手吧 我李锦阳掏心掏肺地对你 可在你承语眼里 我算什么 我算什么 你开心了你逗我两下 你不开心了 你就把我丢到一旁 不愿意啊 走啊 我的手心 就是一点羽绕 利物进行为你准备过 走就走 不 拖着心看 MintYam arring 煞火 给你炼花 时间从来不承诺 不原谅不及时的 你心里还平衡的 也幸运照片留着 也幸福遗憾美得 只是你的色脸 能过心里隔着 还能随同时刻 在哪儿 全集管借 你怎么回事 大半夜拯人大拳 你喝酒了 我们好像从来都没有 正式地好好打一场 你不觉得 你很自私吗 你疯了吧你 是 你不自私 在你得到自己的幸福之后 你不让你姐得到幸福 李景阳你说什么你 你记不觉得你说过一句话 你说姐姐 能不能一直单身 不要谈恋爱 不要结婚 永远陪在我身边 就因为你这句话 你姐这么多年来 拒绝了多少人的好业 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可悲吗 你 你 是 你是有病 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惯着 可是我们呢 谁来管我们的心情 什么 当年失去父母的 不止是你 还有 还有 承玉 还有承玉 还有承玉 一定要承玉 再见 你怎么受伤了 叶景阳他发疯了 你没事吧 你把他怎么着 姐 咱俩都请不好好聊天了 今天只说实话 你真的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都跟你说了 为什么 喜欢他为什么不跟他在一起呢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没有人比你更重要 明天我就可以去跟他分手 姐 实话实说 你恨过我吗 没有 我恨过你 我大概 八岁那会儿吧 你跟我说你要去寄宿学校了 你记不记得 然后 我当时都不知道寄宿学校什么意思 你就跟我说 明天姐姐要去寄宿学校了 我说好 我一想起我姐姐要去一个挺好的地方 我就觉得很开心 然后第二天早上一起起来 忍不在了 晚上放学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也没有回来 整个屋子里 就剩我一个人了 那个时候恨过你 受伤了也好受很多 试试 我都记得 那时候姐姐也怠孝了 对不起 所以姐姐不会再做第二次这样的事了 我不会 再丢下你一个人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姐姐都会陪你的 你真的没有恨过我 我特别恨我自己 我特别恨我自己 我恨我自己为什么是一个这样的人呢 为什么学我的姐姐 我最在乎的人哭着跟我说 她明天就要去跟自己喜欢的人分手 为什么让我做这样的人 不要这么想自己 你跟我说实话 你喜不喜欢黎静音 那为什么不能好好跟她在一起 你怪我吗 我只怪你因为我 把自己的人事都弄没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所以我求你 你喜欢她 你就跟她好好在一起嘛 大不了再甩嘛 志涛哥 我给你做的骨盛 骨盛 你 怎么还没睡啊 怎么了这事 怎么了这是 我看看 怎么受伤了 我去给你拿药去啊 我还不及了呢 我去给你拿药去 我还不愿意吗 ayı 我去让你拿药去 我就把药去做複装看 你看你这个人 二伙儿啊 早啊 爸妈 你昨天在那儿无睡的 不 不是 不是 听我解释啊 我那个什么 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做 你的意思是说 昨天陈沐跟朋友打了架 跟姐姐吵了架 所以你就睡到屋陪她 不是 不是 我们两个昨天什么都没有做 就是一起 睡了个觉 睡觉 好 你个姑娘家家的 我平时怎么教育你的 怎么教育你的 我平时怎么教育你的 你别打扰我闺女 你看我今天不好好说说说你 你别打扰我闺女 你个姑娘家家的 我平时怎么教育你的 你别 我 我怎么睡在这儿了 恭喜你啊 得偿所愿啊 姜阳哥 我是不是该改口叫姐夫了 什么呀 不会吧 姜阳哥你没看郁姐捧圈 我 我 在你回望的时刻 让我为你唱首歌 我的好兄弟 心里有哭你对我说 唱不下去了 不好意思 累不累了 各回各家吧 我 我们没事 我们不说话 我们就看看 对 我们就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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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喂 杨沫 忙了一天 终于记得想我了 你早上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叫醒我 你知道我在我爸妈面前 有多舍死吗 对不起吗 回去任您处罚 我不管 反正我丢死人了 我现在不方便跟你说话 你已经要来找我道歉了 好 我跟你说 你揍他两拳 我男朋友帅气的脸蛋 都被他打伤了 当然 回家再说 我挂了 好 我都等了一天了 你就离离我吧 你就不能离离我呀 离离我呗 走吧 拍冰 朋友再见 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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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再见 朋友再见吧 再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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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我们收拾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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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把脸是因为啥呀 能为啥呀 女人 精辟 对不起啊 我昨天喝醉了 我不是那意思 我道歉 是我自私 你没病 我才有病 你没生气 生气啊 你自己昨天打我多分 你自己没处吗 那要不 你给我打回来 可以啊 来吧 不是 我 就这 特色 陷着吧 我姐的面子 我跟你说个事啊 你说啊 说 元素点 啊 行 行 嗯 说 李景阳 嗯 我把我姐成玉 交给你了 从今往后 不许让她受伤 不许让她难过 听到没有 啊 太好了 那既然 咱俩没事了 老人是不是得 改口交姐夫了 你俩先赶紧去把证领了再说 行吧 我这个做姐夫的 那也不跟你多计较吧 陈墨 你放心 我会好好对你解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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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些年长了多少私房钱我可是一尺 哎哎哎哎哎 这这这这这这不能说 你到时候跟我姐辙过那时候你可不敢就做癮呢 我跟你说 咱俩的事 送我老师 去 老师 你看咱们家哈哈 哪有个女孩的样子嘛 这衣服也不知道叠一下 到处乱扰 咱闺女工作忙 顾不上呗 老金啊 来来 你快看 你看 这什么 这闺女的隐私 你别随便看 我看看 这 这好像账单啊 我看看 你说咱们含含的 平时和咱们说 她过得都好有多好 你看这钱 都搬成几半花了 咱闺女懂事啊 这个李景阳也太好笑了 又蠢又好笑 你是不是故意给她放水的 就等着郁姐收拾她们 你怎么越来越聪明 我是越嘛 我一直都很聪明好不好 不不不 你腰不好 太重了 不能连中午 我自己来就行 请 请 心疼我啊 从什么时候开始 爸爸妈妈就变老了呢 我们都会变老的 不想瞒着她们了 不想瞒着她们了 好 你做你的决定 我都支持你 好 好 走吧 来来来来来来 宝贝女儿吃饭啦 闺女啊 你怎么了 那一直闷闷不乐的 老娘 为什么 你就会变老 老娘 老娘 来来来来来 我看看我宝贝女儿是怎么了 坐 说吧 我换工作了 我还是选择了继续做博主 我之前说的那些什么做会计啊什么的都是骗你们的 对不起 我是应该早点告诉你们 但是我我担心你们不同意 我也怕你们着急 姜思涵 我现在发现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对不起吗 爸爸 宝贝女儿啊 不哭不哭不哭 我跟你说啊 这事其实我跟你爸爸早就知道了 你爸逗你呢 小诚啊 你要跟叔叔说实话 四汗是不是在做别的工作 叔叔 你就别瞒我了 那天叔叔已经看到四汗的账号了 叔叔 您别生三的气啊 他不是有意瞒您二楼呢 你是不是觉得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应该去阻止四汗追求自己的梦想 叔叔 是这样 四汗也跟我聊过他的工作 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是真的有光的 他真的觉得自己能干好这件事情 他觉得自己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他在这里面真的很有成就感 是啊 人活着 就是应该有点成就感 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俩挺像的 我最开始做甜品的时候 也没想那么多 就想找一件事情 我能寄托一下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这可做着做着真的喜欢上 然后才把这件事情变成自己的事业 对于我们这种普通家庭来说 追求喜欢做的事 哪有那么容易 他姐姐就一直喜欢画画 天分很高 可到最后呢 还不是被现实打败 都三十好几了 还要改行出国 在国外生活哪有那么容易啊 斯曼姐是过得有点辛苦 但是她真的很快乐 叔叔您看 四汗的账号 这里面都是她的粉丝给她的留言 她真的挺了不起的 有一个孩子已经撞过南墙了 作为家长怎么忍心 看第二个孩子再走老路 叔叔说句不好听的 你们别生气啊 像我们这个年代 在这座城市里面 其实干什么都饿不死 但是你干哪一行呢 就有哪一行的辛苦了 我认识挺多人的 他们都是 为了别人眼睛里的体面 为了物质 活成自己都不认识的样子 你说人 真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想干什么 能干什么 不容易 四汗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 您真的忍心 他为了您二老 就这样放弃我 我真该多折腾折腾你 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瞒着你们 不应该撒谎的 傻闺女啊 我们什么时候是那种 不明事理的父母啊 那你们不生气了 不会再逼着我去 做什么会计了吧 不会不会不会 女儿 但你也得理解我们一下 我跟你爸 这只是第二次做父母 没什么经验 我们只想着啊 把这最好的给你们 谁知道呢 却忽略了你们的感受 对不起 妈妈 哎呀 哎呀 不让你们担心啊 闺女啊 咱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 这次博主做不好的话 还是得回来找份安稳的工作做 知道吗 妈 你醒了 老姜 你说完没了 还不去把东西拿出来 什么呀 女儿 这不是我跟你爸收拾房间吗 那记得 那数字 这都瘦了 闺女啊 我们两个上次看到你的那个电脑 实在是太久了 我们两个一合计 干脆给你买一新的 虽然在其他方面 我们俩帮不上你什么忙 但在粮草方面 肯定给闺女装满 拿着 拿着 谢谢爸爸 哎呀 闺女啊 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行啦 小傻瓜 好了 别发点了 先吃饭吧 那个 饭好了 小陈啊 阿姨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就专门跟你叔叔 给你做了一些家常菜 阿姨以后不用麻烦了 按照四寒爱吃的来做就行 他不重要 小陈啊 从现在开始你最重要 妈 我还是不是你亲生的了 我真是 要是这么着 我还真想你不是 我要是有小陈 这么一个帅气又乖巧的儿子 我得省多少心啊我 也是也是 多吃点 那个 我和你妈 把明天的票给订好了啊 你们这么早就回去啊 多留几天吗 是啊 叔叔阿姨 好不容易来一趟 不啦 你叔叔啊 很想念 跟他一起下棋的那些老邻居 你们俩 要是真的想我们了 就经常回来看看我们 有空就回来看看我们了 妈 我舍不得你 那你就跟妈回去 这样 就永远都不会分开了 那我还是多回去看看你们吧 老邻居 我们是要给闺女准备嫁妆了 爸 来来来来 那我们就 普天同庆共襄圣举 共饮慈悲吧 好吧 你们两个工作甚绿 我们大家都健健康康 来 谢谢 哈哈哈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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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